我这边我们把每家公司做的相关领域 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好 第一家第一家是 蓬城 8255 蓬城 蓬城着重在车用 然后像发电机也要二极体 我们传统的车子有没有 是不是要一颗发电机 那发电机它基本上就要整流 所以要二极体 对要整流 为什么叫整流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交直流之间的切换 就是要整流 因为这就是需要二极体来带动 对 那台办整流二极体 有没有 得为整流二极体 我们来看一下蓬城 它的优势 它是全球车用发电机二极体的龙头 它的车用占比非常好 车用发电机二极体 这是蓬城 有没有 好来 台办呢 台办它是在国内车用占比第二高的厂商 车用二极体有没有 打入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 好 二极体在这一两年比较夯的题材在于走高阶 高压 这一块 那得为呢 得为因为它变成达尔集团了 所以它透过达尔集团它也变成这个什么 达尔集团的核心供应链 所以它车用比重的拉高 现在在车用的二极体的毛利才会比较好 那再来强貌 强貌是国内最大的整流原件的制造商 那它现在也开始要进入怎么样 进入怎么样 进入这个车用这一块 OK 所以这是我们台厂的几个二极体 特别在车用这一块的领导厂商 好 宏城 台办 得为以及强貌这是价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比这样的老师 来超级比一比一下 一样喔 OK 来跟之前一样我们来比一下 三绿来比一下 好 三绿包括毛利率 营益率 获利率 我们通通都要比一比喔 我们先看前跟去年同期比的累积营收 营收这个 第一名 YOY就是说前三季来比起来的话 是彭成是第一 是 彭成是正32% 然后第二应该是负5.9 是强貌第二名 对不对 台办第三名 得为第四名 目前是在于营收的部分 那以毛利率来看的话 第一是谁 得为 得为38 对不对 第二是强貌 台办31 好 第二 对 再来强貌 强貌第三 第三 然后彭成 第四 好 再来 营益率呢 哇 得为第一 难怪人家股价高 哦 17% 第二名是台办 台办 好 第三是强貌 然后第四是彭成 好 再来 那第三季 获利率呢 第一名 有功是得为 第二名是彭成 彭成喔 好 第三是台办 台办 再来是强貌 强貌 嗯 好 好 再来要看 那第三季的EPS呢 嗯 最高的应该是 彭成喔 2.2 彭成 哇 哦 2.2 很高欸 对 再来第二名是得为 1.77 得为1.7 嗯 再来台办 0.94 0.9 再来强貌是 0.64 好 那我们要看累积嘛 累积看啊 累积到前 啊 累积到第三季的话 第一名是彭成 7.13 嗯 然后第二名是 得为5.27 第三名是台办 2.49 第四名是强貌 1.77 嗯 现在的股价最高 所以我们来看本益比 好 对不对 看P1最准嘛 好 那P1呢 本益比目前最低 最低的是 最低的是同城 同城20 嗯 然后第二名台办23 第三名是强貌31 再来就是得为的32 所以看起来彭成是最便宜的 啊哈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再用股本来看 好 股本最小的 我们看最小的 最小的是得为5 所以知道为什么它 股价200多了 最活泼 股本小 对 就轻 股本小股价 就轻薄短小 对就容易飞起来 第二名 第二名的话是彭成10亿 第三名台办的26亿 第四名是强貌38亿 现在就知道说 为什么强貌的股价 是最低的 对不对 因为它股本比较大 就像新唐之前 强貌有自己的这个 强貌它有自己的那个厂 对 像台办它的单 就是下到连电去 所以强貌的这个二极体 它是自己有厂 有6寸 6寸晶圆厂 在生产 懂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地方 你大概可以看到 比出来了 那我们这样比起来 你要买谁 嘿嘿嘿 哈哈哈 老师那这样比的话 第一个就是看轻薄短小的 可是它现在的 整个本益比看起来又偏高了 那第二个如果说股本比较大的这个 它本益比 本益比最低的反而是彭成 股价看起来算中间 因为它是100多块对不对 那这样比起来似乎好像彭成 CP值会高一点 对啊 我跟你讲其实台办跟强貌 就放在一起 好 因为它们两个都比较 股本大一点 一个26一一个38一 然后呢 德威跟彭成可以放在一起比 然后台办跟强貌可以放在一起比 但是其实如果说真的啦 要长二极体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长 对啊 对啊